羅馬書八章六節 體貼肉體的就是死 體貼肉體的就是死 體貼聖靈的乃是生命平安 羅馬書八章七節 原來體貼肉體的就是與神為仇 原來體貼肉體的就是與神為仇 因為不服神的律法 也是不能服 八章八節 而且屬肉體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歡 羅馬書八章十三節 你們若順從肉體活著必要死 你們若順從肉體活著必要死 若靠著聖靈自死身體的惡行必要活著 若靠著聖靈自死身體的惡行必要活著 八章十四節 因為凡被神的靈引導的都是神的兒子 因為凡被神的靈引導的都是神的兒子 八章十五節 你們所受的不是勞僕的心 仍舊害怕 你們所受的不是勞僕的心 仍舊害怕 所受的乃是兒子的心 所受的乃是兒子的心 因此我們呼叫阿爸父 因此我們呼叫阿爸父 八章十六節 聖靈與我們的心同正 我們是神的兒女 聖靈與我們的心同正 我們是神的兒女 八章十七節 既是兒女便是後字 就是神的後字 既是兒女便是後字 就是神的後字 和基督同作後字 和基督同作後字 如果我們和他一同受苦 如果我們和他一同受苦 也必和他一同得榮耀 也必和他一同得榮耀 八章十八節 我想現在的苦楚 若比起將來要顯於我們的榮耀 就不足介意了 八章十八節 我想 我想 現在的苦楚 若比起將來要顯於我們的榮耀 現在的苦楚 若比起將來要顯於我們的榮耀 現在的苦楚 若比起將來要顯於我們的榮耀 就不足介意了 就不足介意了 羅馬書八章十九節 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眾子顯出來 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眾子顯出來 八章二十節 因為受造之物伏在虛空之下 因為受造之物伏在虛空之下 不是自己願意 不是自己願意 乃是因那叫他如此的 乃是因那叫他如此的 八章二十一節 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脫離敗壞的核濟 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脫離敗壞的核濟 得享神兒女自由的榮耀 得享神兒女自由的榮耀 羅馬書八章二十六節 放且我們的軟弱有聖靈幫助 放且我們的軟弱有聖靈幫助 我們本不曉得當怎樣討告 我們本不曉得當怎樣討告 指示聖靈親自用說不出來的嘆息替我們討告 八章二十七節 鑑察人心的曉得聖靈的意思 因為聖靈照著神的旨意替聖徒祈求 因為聖靈照著神的旨意替聖徒祈求 八章二十八節 我們曉得萬事都互相效力 我們曉得萬事都互相效力 叫愛神的人得益處 叫愛神的人得益處 就是按祂旨意被照的人 就是按祂旨意被照的人 羅馬書八章三十一節 既是這樣還有什麼說的呢 既是這樣還有什麼說的呢 神若幫助我們 神若幫助我們 誰能敵黨我們呢 誰能敵黨我們呢 八章三十二節 神既不愛惜自己的兒子 為我們眾人捨了 神既不愛惜自己的兒子 為我們眾人捨了 豈不也把萬物和他一同伯伯的賜給我們嗎 八章三十三節 誰能控告神所揀損的人呢 誰能控告神所揀損的人呢 有神稱他們為異了 有神稱他們為異了 八章三十四節 誰能定他們的罪呢 誰能定他們的罪呢 有基督耶穌已經死了 有基督耶穌已經死了 而且從死裡復活 而且從死裡復活 現今在神的右邊也替我們祈求 現今在神的右邊也替我們祈求 羅馬書八章三十五節 誰能使我們與基督的愛隔絕呢 誰能使我們與基督的愛隔絕呢 難道是患難嗎 是困苦嗎 是迫白嗎 難道是患難嗎 是困苦嗎 是迫白嗎 是畜生路體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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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危險嗎 是刀劍嗎 是危險嗎 是刀劍嗎 羅馬書八章三十七節 然而靠著愛我們的主 然而靠著愛我們的主 在者一切的事上已經得性有餘了 在者一切的事上已經得性有餘了 八章三十八節 因為我深信無論是死是生是天事 因為我深信無論是死是生是天事 是掌權的是有能的 是掌權的是有能的 是現在的事是將來的事 是現在的事是將來的事 八章三十九節 是高處的是低處的是別的受造之物 是高處的是低處的是別的受造之物 都不能叫我們與神的愛隔絕 都不能叫我們與神的愛隔絕 這愛是在我們的主基督耶穌女的 這愛是在我們的主基督耶穌女的 羅馬書十章九節 你若口裡認耶穌為主 你若口裡認耶穌為主 心裡信神叫他從死裡復活 就必得救 心裡信神叫他從死裡復活 就必得救 十章十節 因為人心裡相信就可以清義 因為人心裡相信就可以清義 口裡承認就可以得救 口裡承認就可以得救 羅馬書十章十三節 因為凡求告主明的就必得救 十章十四節 然而人未曾信他 怎能求他呢 然而人未曾信他 怎能求他呢 未曾聽見他 怎能信他呢 沒有傳道的 沒有傳道的 怎能聽見呢 沒有傳道的 怎能聽見呢 十章十五節 若沒有奉差遣 怎能傳道呢 若沒有奉差遣 怎能傳道呢 如經上所記 如經上所記 報福音傳起信的人 報福音傳起信的人 他們的腳中何等皆美 他們的腳中何等皆美 羅馬書十一章三十三節 心在神豐富的智慧和知識 心在神豐富的智慧和知識 他的判斷何其難測 他的判斷何其難測 十一章三十四節 他的宗織何其難測 他的宗織何其難測 十一章三十四節 誰知道住的心 誰知道住的心 誰作過他的謀事呢 誰作過他的謀事呢 十一章三十五節 誰是先給了他 使他後來償還呢 誰是先給了他 使他後來償還呢 十一章三十六節 因為萬有都是本於他 倚靠他歸於他 因為萬有都是本於他 倚靠他歸於他 願榮耀歸給他 直到永遠阿門 願榮耀歸給他 直到永遠阿門 羅馬書十二章一節 所以弟兄們 我以神的慈悲勸你們 所以弟兄們 我以神的慈悲勸你們 將身體獻賞當作活際 將身體獻賞當作活際 是聖結的 是神所喜悅的 是聖結的 是神所喜悅的 你們如此是奉乃是理所當然的 你們如此是奉乃是理所當然的 十二章二節 不要效法者個世界 不要效法者個世界 只要心意更新而變化 只要心意更新而變化 叫你們察驗何為神的善良 順全可喜悅的旨意 羅馬書十二章十四節 逼伯你們的 要給他們祝福 逼伯你們的 要給他們祝福 只要祝福不可奏助 只要祝福不可奏助 十二章十五節 與喜樂的人要同樂 十二章十五節 與喜樂的人要同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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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哀哭的人要同哭 與哀哭的人要同哭 羅馬書十二章十九節 親愛的弟兄 不要自己申冤 親愛的弟兄 不要自己申冤 寧可讓步 聽憑主路 寧可讓步 聽憑主路 因為經上記著 因為經上記著 主說 身冤在我 我必報應 主說 身冤在我 我必報應 十二章二十節 所以你的仇敵 若餓了 就給他吃 所以你的仇敵 若餓了 就給他吃 若喝了 就給他喝 若喝了 若喝了 就給他喝 因為你這樣行 因為你這樣行 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頭上 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頭上 十二章二十一節 你不可為惡所成 你不可為惡所成 反要以善成惡 反要以善成惡 羅馬書十四章四節 你是誰 竟論斷別人的僕人呢 你是誰 竟論斷別人的僕人呢 他或暫住或跌倒 自有他的主人在 他或暫住或跌倒 自有他的主人在 而且他也必要暫住 而且他也必要暫住 因為主能使他暫住 因為主能使他暫住 羅馬書十四章八節 我們若活著 是為主而活 我們若活著 是為主而活 若死了 是為主而死 若死了 是為主而死 所以我們 若活活活 總是主的人 羅馬書十四章十七節 因為神的國 不在乎吃喝 因為神的國 不在乎吃喝 只在乎公義和平 並聖靈中的喜樂 只在乎公義和平 並聖靈中的喜樂 羅馬書十五章三節 因為基督也不求自己的喜樂 因為基督也不求自己的喜樂 如經上所記 如經上所記 欲罵你人的欲罵都落在我身上 欲罵你人的欲罵都落在我身上 羅馬書十五章十八節 除了基督值我做的那些事 除了基督值我做的那些事 我什麼都不敢提 我什麼都不敢提 只提他值我言語作為 只提他值我言語作為 用神職歧視的能力 用神職歧視的能力 並聖靈的能力 並聖靈的能力 使愛幫人順服 使愛幫人順服 能聖靈的能力 一陣子 能聖靈的能力 只能聖靈的能力 兒負着 也會很令人 對待躁 今晚晚晚晚晚晚晚安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